故事嘎嘎精彩 喜欢听到该老弟来关注 来个啥 报权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周公子的金牌大手刘维 当时在这个通辽的新世纪大酒店 被克尔沁分局刘局局领着40多号小阿世 一举就给拿下了 并且离这个新世纪大酒店50米开外的地方 刘维当时开了一辆破宝马车 已经千疮百孔了 当时也被这个小阿世给控制住了 车上当时有这个唐宪斌廖局 楚德峰正搁着睡觉呢 睡梦中就给逮捕了 这边你看 这个苗小姐当时是一个媒体人员啊 拿着相机就开始照了 照着一个宝马 这个车已经迫不滥像了 而且还照这个唐宪斌廖局 楚德峰他们 这么刘维当时这么一看 直接喊了着急了 别照了别照了啊 这不可能照 那么易老板明确的说了啊 断章起意啊 去取这个证据 你他去干什么呢 当时你看 这个咱表表 这个苗小姐啊 当时小巧玲珑啊 说话声音嗲嗲的 哎呀把人家吓着了 这么说这么一句话 哦 你看当时刘局局这一天 直接也就麻了 他也没有听过这个苗小姐说话的 哎呀 妹子呀 这个不能照啊 易老板说了断章起意 一会儿到咱们那个分局里 该照的就让你照了 行不行啊 好这边是先跟着走吧 呱呱都给控制住了 这边就要领走了 这边你看刘局局回神 跟小莲涛也就道别了 小莲涛当时这不腿受伤了 但是骨头没伤着 刘局局过来说 这个莲涛啊伤得怎么样了啊 这边120马上就到了 到医院以后 往死的给他做伤残 这边呢 这会儿也成生极恶 你看当时这个刘局局把这个刘维的AK17也端在手里 就这会儿也拿着这个这家伙事啊 过来干仗 抢煤矿 我干这么多年的局 小局局的这个刘局局啊 我也没拿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确实是招而先啊 但是这会儿也成熊极恶 他们得在这个里面待一辈子 我真的感谢你哥啊 一大老板啊 这个小莲涛说 你此话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还要立大功了 你看 就你哥这个段位才能把这么大的黑色的给引来 拿着AK过来 你说 我这么大的小啊 这个分局的小局局 我能把他们给端了 太感谢了 啊 以后啊 就是说你哥有什么事呢 我给他按前马后 你记住小林涛 你也是啊 这边我先走了 你看表决心了 当时刘局局他都不知道 你这个时候 你感觉你立大功了 以后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他当时不知道得罪的是这个周小斌啊 周大老板的儿子 爸爸你看得意洋洋的 把当时邱德峰 廖军啊 还有这个唐宪斌 刘维包括这个宝马 千疮百孔 还有这些 假不事啊 都给带走了 这边也就走了 挺了五六分钟以后 这120啊 也来了 把这个小莲桃 他们包括兄弟 受伤的兄弟 全拉到医院里了 那么咱们把四角 直接再转回到 这个周公子和刘汉这边 已经 当时不就来到通流的地界了吗 已经给这个一连锋打完电话了 回首这边 这个周公子得知呀 也是一路打听啊 得知说一连锋 在这个通流有一个大酒店 就是新世纪大酒店 这个怀疑刘维指定时到这个大酒店了 一路也就赶来了 那么15分钟之后 这个周公子和刘汉啊 坐这辆这个黑车 帕萨克 排照为250的 也就来到了这个新世纪大酒店门口 当时你看 这哥俩这么一下车呀 瞅着新世纪大酒店 前面是狼狈不堪呢 这边指定是发生了啊 一场火拼 你看就怀疑刘维时来了 这边你看哥俩巴巴往里边走 服务员也就出来了 说你好 两位先生啊 今天当天晚上也就是将近接近一点了 晚上啊 今天晚上我们酒店发生了一些这些事情啊 今天晚上不营业了 请你们啊 就是不好意思的离开吧 周公子当时一看现场就说了 说现场发生这么大的事 居然没拉警戒线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服务员说已经分局已经来过了啊 你们问这么多干嘛 赶紧走吧啊 别耽误我们忙呢 周公子又说了 说这样 我再问你一句话 我们就走 这边 有没有人伤亡啊 对不对 周公子当时担心刘维啊 心急如烦 有没有人伤亡 服务员说 你会这么多干嘛 就这样不耐烦了 说我不知道啊 那个你找我们经理吧 经理这个时候就来了 叫做宾子 这个宾子呀 他是这个一连锋的兄弟呀 搁着里面当经理 他你看也挺牛的 都告诉你们了啊 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不营业了 问有没有人伤亡 干你们什么事啊 别搁着 当我们啊 赶紧走 这边周公子说 我那么再问你一遍 脸已经沉下来 我他妈再问你一遍 有没有人伤亡 担心刘维都担心的 都到集市了 这个兵子讲话呢 好果不挡到 给我管 哪来的外地银呢 周公子讲 啪 给这手 给那个兵子 啪 插一下 就给打 这个兵子讲话 刚才来 来营拿着AK 把他们酒店给抄了 这又来两个营了 兄弟们 给我出来 爸爸出来 十多个内保 自己就把他们给围住了 上去就要打住公子 刘汉当时一躺 给刘汉打个样枪 刘汉说 我们重新谈 可不可以 他大爸骂上了 刘汉讲话 我拿钱谈行不行 不行给我打 啪啪啪 你看 就把刘汉跟周公子 就给干倒了 当时刘汉虽然是胆小 但是护主心切呀 还是把这个周公子 护在身下 逼了啪啦逼了啪啦 打了五六分钟啊 你说 把这俩 这个周公子 给刘汉打完了 回手 那个兵子 命令兄弟们 给我抬 给我扔出去 把给扔出去 啊 这边你看 这个兵子呀 他当时不知道周公子 是这个之前那个拿 AK47的大哥 如果知道能把他俩打死 回手 你看周公子跟刘汉 给扔出去以后 给摔了个洋枪 起身了 扑扑扑扑 按以前周公子的脾气啊 就得给你干了 这个时候 就刘汉兴气呀 当时哥俩起身 拭目以对啊 又挨打了 这个满脸 我身上都都干的 屈指屈指的啊 衣服都干破了 脸上都红色液体 行了 挨打了 走吧 啊 找刘汉吧 哥 你说不就不应该挨打这事 行吧 找刘维吧 这边你看哥俩起身了 互相搀扶 也就来到路边了 你看这还有出租车呢 呱呱呱呱的 车来车往的 这么打车 出租车一看他俩都不敢 拦车都不敢站着 这边拦了好几辆出租车呀 你都不敢站着 刘汉直接激眼了 从兜里直接掏出来的 就是15张这个百元大钞 巴巴哥在空中一摇 你看出租车有的就敢站着了 说这个 怎么事啊 哥们到哪呀 这个你手里拿着这一打 啊 看你们这个状况 是都给我们呢 啊 是都给出租车呀 还是给义商啊 都给我就拉你 这边刘汉讲话 啪摔车上就给你了 算你小的实相 哥上车 巴巴上车 到哪呢 到你们通流的分局 巴巴巴 你看当时上车了 把车桌地都给蹭啊 红车液体了 司机讲话 没有事啊 一会我带洗音挺大方的 毕竟给了一千五百块 巴巴巴 你看这个出租车 也就来到了通流克尔信分局 这个大门口 哥俩那么一下车 你看大门口当时开了一个小缝 你看哥俩扒着小缝就往里进 这边你看 大门口的京警直接喊了 哎 你们俩干嘛了 当时把大门口就给关上了 这边你看是电动的 这边哥俩差不点被夹了 也就出来了 那么京警这一看 这哥俩 你看身上埋了骨抬的 可能是被引打了 然后说脸上还有红色的液体 说你俩干什么的啊 这边说 当时周公子要说话 这刘汉说 哥 你别说了 你说你今天晚上你太冲了 哥我说吧 说我俩是来报案的 京警说 你俩报案 到我们分局报什么案 挨打了 到小派派去报案就去 当时这里面我解释 小派派跟分局不一样 小派派是隶属分局之下 他是属于这个低级的 分局是属于比小派派高一级啊 到小派派去报报案 这个刘汉说 我们没找着啊 说没找着也不行 不能到我们这啊 这边周公子之间 这样啊 你给你们这个分局的小居居一把打电话 就说我们找刘伟 这边你说找谁啊 刘伟我们不认识 我告诉你 我再说一遍 你打个电话 找你们一把小居居 就说我找刘伟 不言今天晚上 你可能工作都得丢 一看周小斌说话 特别有那种气场 这个当时经济也有点害怕了 说行 你搁这等一下 我去打电话 到这个小房里去打电话 这边你看刘伟当时正搁这分局里呢 那个刘企举亲自审问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AK47是从哪来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啊 包括你们这几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这边啪叉一泼凉水就一泼 赶紧给我走 这边你看话音高落 这个刘企举的电话也就响了 说喂 刘企举 大门口来两个人 说是刘伟找刘伟 说你们是刘伟什么营呢 周公子说我是他大哥 告诉你们的小居居 让我们进去 见到刘伟就行 说是他的大哥 这个刘企举这一条 刘伟啊 不就是身边这个暴徒吗 刚才在这个新世纪大酒店 开了28发这个小病病吗 这个同伙来了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地狱无门 你偏要闯 给我看住他们了啊 马上我就出去 把他们拿了啊 这边你看 这个小那个精警啊 出来以后说 就是直接把这个大门也就开开了 说你俩先进来 进来 进来以后夸插 把门就给关上 刘伟当时吓掉 哥 完了 可能就被刷了 周公子讲话来 刘伟 我只想见到刘伟 哦 他活着就好 你不想见到吗 哥 我想见到 你看这个时候 这个刘企局 领着 其他的小派派 小阿室 也就出来了 要把周公子给拿下 你看接下来 咱们故事 嘎嘎 精彩 方 igual 大约 搅拟 高